徐老师的这幅作品 应该是一个 怎么讲 就很威严 就很高大的形象 但是徐老师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平易近人 然后特别好相处 然后就像自己的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老师一样 我小时候 我是五岁的时候 因为我爷爷也是一个 一直从事书法的这么一个人 那我小时候 他就让我跟他学习 但是可能我小时候比较调皮 然后坐不住 然后就喜欢捣乱 然后没有坚持下去 而且学书法也闹出很多笑话 就是以前四五岁的时候 爷爷让我们就练 这个横树撇纳 然后这些回风啊什么的 然后我很想出去玩 然后爷爷就说 你要把这个 他把我磨磨 磨完以后说 就磨了一点 说你要把这些磨水 蘸干以后 你才可以出去玩 然后我为了 可以早一点出去玩 我还曾经把磨水喝到自己肚子里过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是磨水放出 所以我跟书法其实是小时候有恋 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 就是应该来回归一些这种传统艺术 而且书法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国粹 非常精粹的一种文化 应该有一个艺术传承的过程 那像这个馆 它是一个比较先锋的 比较可能跟大家原来想象的 那个原来的书法展 会有点不一样的 会有点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是非常适合 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可以来看 那而且书法也是黑白的艺术 钢琴也是黑白的艺术 一个是有声 一个是无声 而且两边 一个是东方的古典 一个是西方的古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 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多来这里看